路边的这些 orange长得多好 朋友们大家好 看完了哥伦布城堡 继续往山下走 走一走路上都好多 一种海湿的气候特别适合这种 都长出来了 这儿的土壤肯定也好 它这个房子也有日式的 像这个装修的样子 包括这个小decoration 走一走就能看到这个海边了 这海水上可以 这还是有个文哲特乡 这边的海滩大多数都是石头的 而且是公共海滩 在沿着海边走特舒服 也有一部分是沙滩 十月份的地中海水已经有点凉了 所以水边的人不是很多 但是七八月份的时候 这是游客最爱来玩的地方 西洋是在那边 有点逆光不太好拍 北欧人特别喜欢在这边买房子 我这边有很多房子 现在所待的这个位置就是很多旅游广告展示的地方 这边都是公共海滩 所以有沖水的地方 沖沙的地方 如果今天没穿拖鞋就不下去了 这条路就是沿着海边的 走起来挺舒服的 我们刚才下来就是从左边这些山上下来 最高的部分在这边 不沾到附近的小区也都挺舒服的 我们现在走到一个海边有一个碉堡去看一下 这碉堡就在我眼前 不远处去看一下 看今天这云简直是太有故事了 这现在像一个什么 像一只狗吧 从这个Step这儿 我们就可以走到这个碉堡上了 这Step做的还挺漂亮的 全都是刷的大白跟那个Grace似的 的确有点像希腊 然后旁边这些应该都是住家啊 这蓝天 配白的的确好看 一转过弯你看就到了这个 古堡这儿了 沿着这个碉堡转一圈你看这个景观多好 这个观望台是1575年盖的 这边也好看 朝西了这边 我们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 我们就是从那边走过来的 先从这个山上爬下来的 山上那个有金底那是一个泰国庙 能不能看到 周围都是山 在西班牙南部的海岸线上一共有200多座这种塔 有一部分是13世纪的时候 Morish people盖的 大多数是16世纪 现在还有10座保留着 从古堡这儿可以直接看到 旁边刚才那个房子人家的这小院子多好看 而且他们这屋顶都挺有特色的 你看他们这烟囱 这烟囱都是各种各样的 这一片房子的烟囱都不一样 但都差不多 让我拉近看一下 这有一个这个镇的地图 这个镇就叫Tour Mural 沿着海边的 Tour在西班牙文里就是Tower的意思 漂亮 这个镇上住了很多英国人 看这个商店的名字有英文 另外你看 这还有一个英国人开的大学 British College 也有英国人开的医院 走一走就闻着这个花的味儿 原来是这个花香 这种小白花真香 现在光线好 这颜色所以特别pop 应该是玫瑰 这小黄花 小黄花多好看 这是我最喜欢的三角梅了 三种一样 第一次看这种橘黄色的 旁边这个公园是一个公立的公园 可以随便在里面走 这个各家各户弄得多漂亮 墙上这花长的 后院那个墙上也种了好多这种花 谢谢您的观看 明天我们去下一个镇 和大家继续分享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 观看 观看